禁止TikTok给美国民主党带来了困境 3月13日美国众议议院以352票赞成6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命令TikTok出售该运用程式 否则将面临美国的禁令 这给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民主党人带来了困境 因为民主党一直非常依赖该运用程序来接触起核心的年轻选民群体 许多民主党人担心在大选前禁止TikTok将是一场制造的政治灾难 一位顾问称民主党党人将TikTok指引危险境地是政治上的疯狂 美国商务部长Gina Raimondo推测 阻止TikTok将导致民主党永远失去所有35岁以下的选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TikTok的年轻用户有47%倾向于民主党 百分之三十倾向于共和党 感谢观看